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名的感慨 不禁想起过去曾大力反对他和女儿的婚事 三年前当女儿决定结婚时 淑华找人算过 发现两人八字不合 婚礼选的日子也不好 新房风水更是不佳 淑华为此和女儿大吵了一架 最后因为不忍看女儿伤心 淑华选择妥协 但他心里始终不满意这个女婿 现在看着婚后对女儿疼爱有加 对孙女细心呵护 对他们两郎耐心照顾 比起儿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女婿 淑华心中泛起振振感动的涟漪 想当年啊 他也曾为了追求所谓的相和 而选择了现在的丈夫 但步入婚姻之后 他和先生争吵不断 甚至动起手砸锅摔碗的 家中简直无一日安宁 夫妻也渐行渐远 他不禁感叹 自己都亲身经历过 怎么还执迷不悟 差一点就耽误了女儿 妈 爸腿伤这段时间 我看您和爸先搬到我们那里去吧 舒华听着女婿贴心的建议 真正看清了 原来幸福不是算出来的 而是靠夫妻之间的尊重 包容和爱 他点点头 接受提议 也更加珍惜眼前的这个女婿 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你认为幸福家庭的定义是什么呢 当长辈传授经验和信仰 你会如何看待 算命或风水 这些传统 是否会影响你的判断与选择呢 面对这些传统 你可以接受 当然也可以拒绝 或是更弹性的调整 看情况选择性的应用 希望我们都能不被传统所捆绑 真正用心经营出自己的幸福 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 或上Facebook、Instagram、社群 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追踪关注 聆听更多精彩故事 以上节目由浦公英希望基金会制作 欢迎将故事分享给朋友 传递爱与关怀 如果您有余裕 每一份捐款 都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与帮助哦 我们下次见